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2年元宵晚会将于今晚隆重推出 下面是北京冬奥会最新消息 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决赛 中国选手徐梦桃夺得金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上获得的第五枚金牌 也是中国女选手第一次在冬奥会该项目中获得金牌 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资格赛 中国选手苏一鸣凭借第一跳的出色发挥晋级决赛 自由式滑雪女子破面障碍技巧资格赛 中国选手谷爱玲顺利晋级决赛 另一位中国选手杨硕瑞代商上阵 最终无缘决赛 单板滑雪女子大跳台资格赛 中国选手荣格排名第九 晋级决赛 雪车女子单人比赛 美国选手获得金牌 中国运动员怀明明排名第六 创造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另一位中国选手英卿排在第九位 花样华冰冰武比赛 法国组合获得金牌 中国组合王诗岳柳新宇排名第十二 这也是中国运动员在冬奥会该项目上的最好成绩 下面是一组资讯 江苏苏州14日报告 截至当天11时 苏州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例 核无症状感染者1例 病毒初步分析结果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14日零时至12时 辽宁省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11例 为葫芦岛市报告 13日12时至14日12时 广西百色市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6例 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67例 广东深圳14日报告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2例 其与此前病例密接的闭环管理人员 据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显示 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街道万流原社区 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至此 北京高风险区已清零 目前还有三个中风险区 国家知识产权局14日发布通告 依法打击恶意抢住冰敦敦 古爱玲等商标注册 近期 北京快珍快速快判一起 制售盗版冬奥吉祥物冰敦敦 雪融融满偶案 犯罪嫌疑人任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4万元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月 我国新能源乘用车终端市场销量达到34.7万辆 同比增长124% 创历史新高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 截至目前 全国已建成869个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 北京时间14日 2022年女兰世界杯预选赛 结束了B组争夺 中国女兰103比70大胜法国队 以三联胜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2022年女兰世界杯正赛 国际原子能机构调查团14日抵达日本 开始审查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海计划 预计将持续至18日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中央气象台预计 14日20时至15日20时 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大部吉林中东部新疆北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 西藏东南部四川藤地西南部贵州大部云南东部广汽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雨 16日至18日五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明显雨雪天气过程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按照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